五月三十號要開這個大巨蛋的督審會議 請問一下市長知道這件事情嗎 五月三十號 五月三十號也就是這個禮拜四 市長您不清楚對不對 其實我也不知道 我到了今天中午才知道這件事情 也就是我收到通知單之後 六十個小時左右 我們就會要召開不到三天的時間 就要召開我們的第五百二十二次的督審會議 上一次五百二十一次督審會議 在兩個禮拜前就通知 為什麼這一次只用三天的時間 來通知我們這些市議員 以及關心這個問題的市民 我今天中午其實有去通知這個當地的里長 里長也非常的震驚 因為他當天本來就有安排一些要事要去參加 今天和這個台北市政府的公務員 有一個很大的不同事 如果有任何人想要關心大巨蛋的問題 不管是做為一個市議員 還是一般的市民 我們都必須排除我們日常的工作 我們才可能做這件事情 而禮拜四剛好又是我個人的總質詢時間 我認為其實這件事情 我當然不會自作多情的認為 這是特別為我量身定做 但是實質上來講 我認為的確對關心大巨蛋的市民 造成了很大的困擾 因為他通知時間實在是太晚了 我有特別在中午立刻就去聯絡 就是這個都審委員 我跟他們確認 他們在上個禮拜五的時候有得到通知 比我們早上一點點 剛好勉強來算 大概有個六天左右的時間做緩衝 按照上一次的會議結論 五百二十一次的會議結論 的確有說他們必須要在一個禮拜前 得到都審會議的報告 在都審這一次的相關的一些報告 遠雄的報告資料 所以這一點我覺得還不算是違規 但是我們 因為老實講 關心這件事情的市議員 並沒有得到 這個都審的相關的報告的光碟 只有都審委員有 所以我們從網路上公開的一些資料 我們勉強拼湊出了一個大概 我現在這邊大概跟市長報告一下 這份報告我想因為市長不知道這個這件事情 所以你大概也沒看過報告的內容吧 是否 我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嘛對不對 第一個 我們本來上一次五百二十一次 都審會議的報告有說明 這個模擬呢必須要有零點六 跟零點八公尺的報告 但這一次零點六仍然沒有交 按照遠雄的說法是 至愛難行 那不論如何 他又再一次了 因為事實上 零點六模擬的這個報告 是在一月的時候的 五百二十次都審會議 就已經要求的結論 但是他在五百二十一次他做不到 他到五百二十一次還是不願意交 表示至愛難行 那我不太知道為什麼我們還要再開這一次的會議 他們實施就是不肯交出我們需要的一個模擬報告 第二個 根據五百二十一次的這個 這個會議的結論 影片不可以編輯 因為之前呢 他們可能為了縮短影片時間 所以他們的模擬的影片有稍微做過剪接 但那個時候 都審委員有說過 希望可以不要做任何的剪接 好讓他們看完整的疏散情況 但這一次我在網路上看到的這個都審報告的這個影片呢 一個是八分鐘一個是九分鐘 但是原來的影片按照他的報告顯示 應該是要四十四分鐘跟五十分鐘左右 也就是他們再度做過剪輯 我們有看過他們並不是加速 他們是在後面人數比較少的時候呢 做了一些快速的剪輯動作 跳過了一些片段 所以我覺得他也違反上次的會議結論 第三點 我們本來有說過 就是呢 就是上次會議結論必須要說明消防 消防隊進入跟疏散 這個疏散人員之間的影響的情況 但是在這一份報告呢 其實他是沒有提供的 遠雄的報告呢 是在五月二號的時候就提供給市政府 市政府在五月九號的時候 曾經用書面回覆 要求加入這個關於消防影響的這部分的內容 但是我們看到最終的報告 仍然是沒有這一條 所以我想問一個問題 這麼急著 在這麼急的時間點 在五月三十號要開這個會議 去開這個都審會議 但是又是在一個報告不充分 很可能即將要留會的情況 要做這件事情 到底有什麼樣的意義 我想請市長告訴我 這個是這樣子 我再聲明一次 我對大巨蛋的態度就是 我們不會去刁難他 但是我們也不會放水 我相信 所以變成他們 就是說遠雄要很認真的來考試 如果他不認真考試 那不會過 那偶爾沒辦法 那為什麼要浪費大家的時間 我跟你講如果大家是以為說 因為他這樣子用這麼急的時間 很多人就不會去參加 因為我那天有這個 這個總質詢我就不會去 我可以告訴 如果有人是這樣想的話 我會跟他說我一定會到現場 我一定會持續關心這件事情 這點我希望 讓所有在場的市政府同仁還有市長 都要記住這件事情 謝謝 沒有他有錄音 他有網路直播 都會都會 你沒有去那個也會錄 我這邊必須要跟市長解釋一下 為什麼我非去現場不可 坦白說都城委員 每個人立場不太相同 有的人可能比較嚴 有的人可能比較鬆 我們需要講 如果今天關心的市民 或者是市議員 他長期不在現場支持 這些嚴審的市議員 嚴審的都城委員的話 很可能不知不覺的 這個東西隨著大家 覺得這件事情 趕快過一過就好的氣氛 可能搞不好 這個東西輕鬆就過關了 我必須要說這件事情 並不是看看 看看直播就可以解決 謝謝